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的是ICMP协议 回想一下在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IP协议 ARP协议以及RIP协议 那么这个ICMP协议呢 将是本章我们学习的第四个协议 那么什么是ICMP协议呢 那么其实这个协议它的中文名字叫做 网络控制报文协议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 那么这个协议需要来干嘛的呢 那么为了了解这个协议需要来干嘛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学习的三个协议 它分别是干什么工作的 首先呢是重要的这个IP协议 那么IP协议呢 主要是用于传输真实的数据的 对吧 然后是AIP协议以及RIP协议 那么AIP协议呢 它主要是用于将这个32位的IP地址 转换为这个48位的Mac地址 然后是这个RIP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协议呢 它主要的工作是把这个48位的Mac地址 转换为这个32位的IP地址 那么回到这里 那么这个ICMP协议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其实它主要是用于辅助这个IP协议 进行这个数据传输的 那么这个协议呢 主要是用于报告一些传输中 可能发生的错误或者是异常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这个IP协议呢 是这个主力的输出的话 那么这个ICMP协议将是这个辅助 它主要是辅助这个IP协议 使得这个IP协议可以更好的传输这个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CMP协议 它具体的一个报纹的格式 那么这个层次结构呢 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很理解了 首先最下面的是这个数据亮络层的数据帧 对吧 然后呢是这个网络层的IP数据报 那么IP数据报呢 包括这个IP的头部 以及IP数据报的数据 那么本节课我们所学习的这个ICMP协议呢 它是封装在这个IP的数据报里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ICMP协议呢 它是通过封装在这个IP协议里面 来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的 它传输呢 还是利用这个IP协议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个协议的功能呢 它是报告这个传输中的错误 或者是异常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封装在这个IP数据报里面的数据呢 分成两个部分 有这个ICMP报文的手部 以及ICMP报文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CMP报文的手部 那么这个表格呢 展示的是这个ICMP报文的手部 可以看到非常简单 分别有这个8位的类型 8位的代码 以及这个16位的教员盒 除了这里面的32个比特位之后呢 下面的就是这个ICMP报文的数据了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里面的类型呢 主要是指ICMP报文的种类 这里面呢 主要有两大类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8位的代码呢 主要是指不同的ICMP报文种类 它具体的哪一些错误 那么这个呢 后面我们也会简单的介绍 还有就是这个16位的教员盒了 那么教员盒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前面学习这个IP报文的时候呢 我们也了解了 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校验 整一个报文是否有在传输中发生错误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ICMP报文的手部 非常简单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ICMP报文呢 它主要是封装在这个IP的数据报文里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ICMP报文 它只是这个IP报文里面的一组数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结合前面我们所学习的这个IP报文的数据 来理解这里面的ICMP报文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IP协议的头部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介绍了 在头部里面呢 有一个八位的协议 它表明的是这个IP数据 具体是什么协议的 那么在当时呢 我们也介绍了 ICMP报文呢 它的自动值为1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IP协议 存出的是ICMP数据的话 那么将会在这个协议的八位里面呢 把这个1写进去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这个ICMP报文呢 它是封装在这个IP报文里面进行传输的 而且在传输的时候 会在这个IP报文的首部的八位的协议里面 写入这个1这个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个ICMP报文的两个种类 那么对于ICMP报文呢 它有两个种类的报文 分别是这个插错报告的报文 以及这个询问的报文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插错报告的报文 那么对于插错报告的报文呢 它主要有这个3 5 11 和12 这几个主要的类型 以及具体的代码 那么这里面的类型呢 指的就是这里面的八位的类型 这里面具体的代码呢 指的就是这里面的八位代码 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不同的类型 以及不同的代码 它分别是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3这个类型的 那么它的意思呢 是这个终点不可答 那么它也分成两种 分别有这个网络不可答 以及这个主机不可答 网络不可答什么意思呢 在前面我们也学习了 IP地址呢 可以表示一个网络 当这个主机号全为0的时候呢 它就表示某个网络 因此呢 在这里面 如果说整个网络都不可答的话 那么将会报告这个类型为3 具体代码为0的 这个SMP报文 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主机不可答了 主机不可答呢 就比较好理解 如果说我需要和你通信 但是呢 你的计算机是关闭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生这个主机不可答的情况 接着是5这个类型 那么5这个类型呢 是重定项的意思 这里面也分成对网络的重定项 以及对主机的重定项 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传输给某一个网络的数据呢 可能需要重定项 不能走这个网络了 那么这个时候会发出这个类型为5 具体代码为0的这么一个SMP报文 那么如果说我的报文到达了某个主机 但是呢 这个主机不能处理 要求我重新的发到另外一个主机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报告这个类型为5 具体代码为1的这个SMP报文 还有就是这个11的这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呢 主要是指这个传输超时 以及这个12的类型 那么12的类型呢 有两种分别是有这个坏的IP头 以及缺少其他必要的参数 那么这两个呢 主要是指这个IP数据 它有问题 可能是这个头部的问题 也可能是这个数据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发出 废型为12的这个ICMP报文 那么除了这个差错报告报文呢 还有就是这个询问报文 那么询问报文呢 比较简单 主要有两种类型 分别是这个请求和应答 以及这个时间错的请求和应答 那么对于第一种类型呢 非常简单 主要是验证这个网络是否通的 比如说我需要和你进行通信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报文 我请求一个空的数据 然后呢 如果你收到的话 你给我一个回应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这个回送请求以及应答 它主要是用于验证 我和你之间的网络 是否为通 那么这些呢 就是第二种了 那么第二种呢 是这个时间错的请求和应答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这种询问报文呢 主要是需要对这个时间 进行同步的时候 可能会发出这样子的报文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ICMP报文的主要功能呢 分别是这个插错报告 以及这个询问 当然呢 很多情况下 更多的是使用这个插错报告的这个功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ICMP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ICMP协议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它是封装在这个IP的数据报里面的 它是通过这个IP协议来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的 它主要是进行这个网络中传输的错误 以及异常的报告 那么这里面呢 虽然说这个ICMP报文它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也是配合这个IP协议 一起工作的一个 必不可找的协议之一 在很多的传输情况下 IP协议呢 都需要这个ICMP协议的协助 才能更好的传输这个数据的 那么在下页节课呢 我们也会学习到这个ICMP报文 它的一些功能 以及一些应用 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